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微优异3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加入我的Discope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微负渲染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微优异3中如何使用微负这个指令 渲染液面 好不好 OK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咱们首先先看一下 微优异3的更新的进度 好不好 当前的版本 我用的是RC5 3.0RC5 看看有没有最新的版本 咱们最近一直在用RC5 对不对 好 大家注意看 6个小时之前 已经变成了微优异3 RC6 那么今天咱们 从今天开始 从这期开始 咱们相当于说 再使用RC6 对吧 这有个Change Log 对不对 Change Log 这肯定是游大神做的 888写了这么多 是吧 OK 咱们不管 咱们一点点的做 今后我会把微优异3的各种地方 都给您讲到 您别着急 咱们一点点学 好 那咱们今天就是基于 微优异3的RC6 给您讲节目 对不对 好 讲什么 今天知识点 大家请看 使用V4 进行几个渲染的方式 是这样 一般来说 咱们大家一说 V4肯定想到的是 数组的循环 以及渲染 对不对 今天咱们不光数组 还有对象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代码的部分 上面是HTML 咱们跳过 咱们先看组件数据区 大家请看 我给您准备了两个 今天咱们要用V4 进行循环渲染的数据 一个是语言 编程语言 对吧 Python Java Go语言 对吧 Java 其实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开的并不是很多 只开了一个系列课程 但是Java 其实是很人气的语言 所以说我把它放上来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还做了一个OBJ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可是大括号 不是中括号 说明这个 这个GameSFV 它不是一个数组 它是一个对象 这对象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 JS的对象的属性 以及值 对吧 今天咱们就来渲染 这两个数据 看看能出什么结果 好 那咱们先少许 我这先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html 然后咱们先拷贝上咱们的模板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是引用的是VUE下一个版本的永远的最新版 那么今天它既然出到了RC6 那么今天咱们通过这个URL引用到的就是RC6 没问题 咱们不用去关心 对不对 OK 好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考上咱们的代码 考上代码之后 咱们一行行讲解 数据内容我给您讲完 接下来咱们讲循环的内容 拷贝过来 剃掉这个BODY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循环部分 咱们先删掉 咱们一点点来 好 咱们看 数据区 刚才给您讲过 对吧 那么咱们接下来 很简单 咱们先循环这个数组 语言数组 在屏幕上打印出 因为咱们这个数组里面 并不是值 而是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 虽然只有一个name属性 对吧 但它这也是一个对象 我这个数组里面 其实是有三个对象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就循环这三个对象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输出对象点name的值 对吧 如果还不熟悉 这个V4语法的朋友 我再给您多说两句 咱们V4 对吧 然后呢 咱们V4的这个地方 就说 咱们要循环HTML的哪个标记 那么您就把这个V4 写在哪里面 咱们呢 肯定是要循环这个Li 例子的项 对吧 所以说咱们就把V4 写在Li里面 然后呢 循环哪个数组 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印 然后呢 把每个数组内容取出来 然后呢 用大括号 两个大括号方式 在后面显示 这个是V4的标准语法 咱们马上运行 看看能出什么结果 go 注意看 这就不注意看 这把它关掉啊 记着 咱们今天用的是RC6 i-5刷新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 第19课 在哪了 这了 然后点击 这刚才我给您建的这个 index啊 点击 那请看 出来了吧 V4的最普通的用法 用V4去循环一个数组 不管你是这个数值型的数组 租串型的 还是对象型 它都能够循环 而且呢 都能够显示 没有问题吧 python jama go 接下来 咱们再循环点 其他的试试看 比如说 咱们在循环的时候 如果我想给它加一个锁引 该怎么做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不循环三个吗 对吧 能不能前面写 1 然后是python 2是java 3是go 对吧 能不能再循环式 加一个循环的锁引呢 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 就是这段语法 拷贝过来啊 这有了一个hr 删掉一个 大家请看 v4没问题 这个地方开始 刚刚的in language 也没问题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加上一个括号 在python里面叫原主 对吧 返回两个值 一个是刚才 咱们要循环的 每一个的对象 另外就是锁引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锁引呢 它是从零下标开始 所以说 我要在画面上输出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我要把这个锁引值加1 它才从1开始 否则的话 都从零开始 对不对 OK 后面输出 还是这个语言的名称 没问题吧 OK 看效果 f5 注意看 够 出来了吧 第一个python 第二个java 第三个是够远 如果咱们这地方 不加1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是从零显示 好不好 OK 您都听明白了 是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该循环对象了 是这样啊 js包括这个 其他语言中 都提供了 给咱们循环对象 取得所有的属性 方法的方法 v4 就可以循环对象 取出里面 所有的属性 概念怎么做 马上看代码 虽然我用python比较多 python也提供了 相应的API DIM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少续考过来 咱们看啊 RI没问题 v4 循环这个game sf5 大家都知道 这是街头霸王5 对吧 这个地方 其实是js的一个对象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属性 对吧 游戏名称 平台 开发商 出版日 以及类型 对吧 格斗类型 好不好 咱们就循环这个对象 game sf5 然后呢 取得每一个对象的值 看看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啊 if刷新 大家请看 每个对象的值都取出来了 对吧 对应了 比如说 名称 街霸5 对吧 然后是平台 ps4 对吧 今年要出这个ps5 开发商 capcom 这都没问题 然后出版是2016年 这都能出来 咱们看这地方 是循环它的值 对不对 那么这个key 能不能循环出来 对吧 这个是咱们循环对象 一个必须的过程 是可以的 咱们看下面的代码 好 咱们在这个地方 拷贝过来 咱们看一下 好 咱们看 我在循环这个的时候 大家请看 和刚才一样 加上一个括号 然后传进来一个key 或者说叫做title 它就是代表着 咱们这个对象里面 所有的属性名 对吧 叫title也行 叫key也行 叫这个attr attribute 也可以啊 通过咱们这个 建一个原组的方式 把它显示出来 显示在后面 对不对 好 试一下 存盘 i4刷新 注意看 出来了吧 名称 这个对象的名称 杰霸5 平台 PS4 当然它多平台 还有windows 对吧 然后开发商 capcom 然后出版日 2016年26 然后类型格斗 对吧 咱们把对象的 这个属性名 也都打出来 就说对象的属性 加对象的值 咱们都一对一的 把它打印出来 这就是Fall的 强大的地方 应该说这是 JavaScript的 强大的地方 OK 接下来 咱们附带标题之后 咱们还想再加上 刚才这个锁引 看这 该怎么办 完全可以 它照样提供了 这个接口API 怎么看 大家看 就是这行代码 这个非常的实用 咱们大家应该要记住 如何循环这个锁引 如何循环这个小标题 大家请看 我只不过在这个原组里面 又加上一个index 放在第三位 这个index就是锁引 如果我想显示的时候 注意后面要给它 加1 这样才会从1开始显示 对不对 OK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1 name Java5 2平台 PS4 都出来了吧 这个就是说 咱们如何使用V4 咱们今天既循环了数组 比方有锁引 还循环的对象 出了标题 而且也加上了锁引 这是非常常用的循环的技术 推荐给您 您一定要掌握 所以基础的常识 您也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今天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VUE当中 如何使用V4渲染页面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咱们今天既渲染了数组 又渲染了对象 希望您都能够掌握 OK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下载参照 然后我的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我会不定期的为您更新VUE3的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小马视频频道 同时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并且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放